美國再度對華啟動301調查 意欲何為 以中國討價還價的昂貴的籌碼 拜登總統通過打壓中國 來多拿選票 摩擦不斷 中美會否迎來新一輪貿易戰爭 遏制中國發展 影響在美國市場的極權力 是競爭還是打壓 美國人各種手段 來打擊中國的相關的收穫 《鳳凰聚焦》 3015件意義在俄方正在播出 這裡是《華潤鳳凰聚焦》 美國貿易代表USTR在上週宣佈 啟動對中國在關鍵海事 物流和造船領域的301調查 只是拜登政府上台以來 第一次對中國施加301調查 從USTR收到申請到 調查正式啟動 只用了36天 耐人尋味的是 這正值美國大選中 現任總統拜登和前任總統特朗普 在搖擺州選情膠著之際 就在調查被宣佈的當天 拜登正在被稱為 《鋼鐵之城》的匹茲堡 向藍領階層拉票 他又提議要大幅提高 對中國鋼鋁的關稅 301調查新關稅 各種施壓分支塌爛 用意核在 美國時間4月17日 美貿易代表辦公室宣佈 發起針對中國海事物流 和造船業的301條款調查 在此前的3月12日 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等 五大工會組織遞交請願書 正式要求拜登政府 對中國在海事物流和造船業的 不合理和歧視性做法展開貿易調查 在僅僅過了36天後 美國貿易代表戴琪 就宣佈對中國啟動301條款調查 他保證將對這些工會關切的問題 進行全面徹底的調查 並計劃於5月22日前 徵集書面一件 5月29日召開公開聽證會 這也是拜登政府2021年上台以來 首次對中國的某一具體行業 採取301調查 貿易代表處秉承拜登總統的 基本立場 天天掛在嘴上的 就是美國工人的利益 美國企業的利益 特別是美國工人 所以它的基調非常明顯 它一定會經最大努力 從國內黨派政治的角度出發 也從美國對國際貿易 和中美貿易的理解出發 也從美國打壓中國經濟 以便服務於前置 和遏止中國發展的 這個總的戰略目標處法 來尋求對中國的最大壓力 特別是從特朗普2018年以來 一貫的基本立場 而拜登總統 儘管在許多方面跟特朗普不一樣 但對中國貿易的這種打壓 是可以說完全繼承了 特朗普的基本政策 而且有過次而無不及 從這個供給側來看 這個供應鏈上游的企業 與這個整個傳播行業 也是純實相依的 如果這個貿易辦公室 採取這些所謂的 這個貿易救濟措施 它可能會導致中國 這個製造傳播的需求也減少 也會擠壓中國本土 上游供應商的一些生存空間 其中包括鋼鐵生產商 包括發動機 包括這些船用設備和零部件 這些供應商 而且包括以船舶提供服務的 這些企業 如果從這個需求側看的話 那些依賴中國製造船隻 進行國際貿易的出口企業 也可能會導致這個運輸成本上升 影響這個產品在國際市場 尤其是在美國市場的極限力 所謂的301調查 源自美國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 該條款授權美國貿易代表 可對他國的不合理 或不公正貿易做法發起調查 並可在調查結束後 建議美國總統實施單邊制裁 包括撤銷貿易優惠 徵收報復性關稅等 以減少對美國消費者 企業和工人的傷害 301條款調查 可由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自行發起 也可由企業或產業組織提出申請 值得一提的是 也就是在2017年 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 發起301調查 對從中國進口商品 大規模加徵關稅後 引發中美貿易戰 並持續至今 301就是用美國國內的法律 來判斷一個國家的貿易行為 是不是對美國造成了傷害 是不是侵犯了美國的利益 是不是影響了美國的發展 然後他做出決定以後 授權美國政府 對於這些所謂的違規的行為 進行制裁 進行打擊 這是典型的長壁關稅 70年美國國會定了一個 獲得總統簽署的70年貿易法 其中就講如果任何國家 違背同美國的貿易協定 並且對美國進行 提示性的 不公正的貿易做法 那美國會發動單邊的財 那麼95年以後 一度 美國很少用301條款 因為一度 美國好幾屆政府 是主要依靠WTO 像一個國際仲裁體制 來處理從其他國家的貿易爭端 那麼這個維持了很長時間 但是特朗普改變了這個做法 2017年6月 特朗普已經指示政府內部 甚至已經發佈了行政命令 說要研究現成的 從中國貿易爭端的處理辦法 也就是說要擱置 先前依靠WTO的 多邊的貿易政裁體制 2018年6月正式發動 對華非常廣泛的貿易制裁 貿易擠壓的前作 一份請願書 其核心指指中國造船業 根據官網披露的請願書 五家美國工會認為 中國政府採取了許多支持政策 以實現造船計劃中制定的目標 這些政策使得中國在全球造船市場的份額急劇增加 並壓低了商業船舶的全球價格 使美國造船商無法在世界市場 進行投資和擴張 五家工會還提到 二十一世紀初至今 中國船隊快速增長 從總量的二十分之一增長至七分之一 在此期間 美國製造的船舶 從193艘急劇下降至93艘 截至目前 美國現有的商船還不到八十艘 而中國擁有超過五千五百多艘商船 美國國內本身它的勞工結構不行 它的勞工成本控制不了 另外它的工會的問題使得它造船行業 根本無法興旺發達 綜合成本根本無法承受 它的造船行業與之造船行業相配的 比如說鋼鐵行業 其他的很多的電子產品等等 美國現在都不具備這個生產能力 在這份請願書中還提到 近半個世紀以來 美國商業造船廠的數量急劇下降 超過70%的造船廠已經關閉 導致大量工作崗位流失和工人失業 根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 在過去幾十年裡 美國造船業就已經逐漸陷入衰落 1975年 美國造船業的產能在全球排名第一 近五十年後的今天 受到造價和人工成本高昂 製造周期攪廠等原因影響 美國的商用船舶產量 已不足世界總量的1% 與此同時 在過去二十年間 中國的遠洋船產量是美國的三倍 2023年 中國生產了一千多艘遠洋船 而美國僅生產了十艘 中國產業成功是源於技術創新 和市場競爭 當然也是 就是說外部的需求 也是進一步的 就是為我們增加造船能力 也是帶來的機遇 特別是來自歐洲的船廠上的 龐大的一個需求 可以說這個有需求 才刺激我們更多的船廠 進行一個技術創新 然後加強一個競爭 那這個優勝液態 在這個充分的競爭中 再產生了我們中國的 當前的強大的製造船隻 其實還包括整個工業化的能力 都是這個需求所體現的 美國造船業的萎縮 是由多個因素造成的 首先就是在上世紀80年代 美國取消了對造船業的大部分補貼 因為這一做法 與當時里根政府所奉行的 自由市場經濟背道而馳 失去了補貼 美國船業製造基地開始逐漸萎縮 一些企業開始外包生產 生產新船所需的大部分原材料 和零部件在美國已無法獲得 同時 由於生產方式的改變 美國承包商不願意擴大生產 過去幾十年 美國自己都基本上停止了 這個自主建造這個船隻 從當年的1975年的時候 美國產能還是世界第一的 但現在其實美國目前身上 整個商船數量 在全球上領不到1%了 跌到世界第19位 中國是突飛猛進了 過去20年 包括我們去年就見到了 1000多艘這個遠洋船隻 美國呢就相當於中國的1% 就見到了10艘 自己的成本上升 它的這個熟練工人缺乏 還包括呢 自身的產能也不足 第二個呢 就包括呢 中國 還包括韓國 日本 這些年呢 這個船舶 製造業的這個崛起 也又導致了美國呢 方面的這個資本啊 投向這個造船技術啊 工廠設備啊 工人培訓的 這方面的資金 也是大幅的減少 第三個呢 其實過去呢 幾十年代美國的承包商呢 也採取了所謂的這個 準時制 這樣的一個生產方式 所以說呢 這個承包商呢 也不願意保佑了 冗餘的產能 這些呢 都是造成了 美國今天的這個製造業的 造船業的這樣的一個現狀 70年代的話 美國放棄了金本輩以後 又加速了美國 把它的製造業移向海外 後來 幾十年下來 美國的造船業 從世界第一第二 就變成現在一個 一蹶不振的狀況 造船業的萎縮 導致美國對技術 工廠設備 和工人培訓等方面的 投資減少 結果就是 美國造船廠的競爭力 和產能全面下降 美國一直在向造船大國的盟友 韓國 日本尋求幫助 此前 美國海軍部長 卡洛斯德爾托羅 接連造訪韓國和日本的 幾家知名大型造船廠 鼓勵他們考慮在美國 為美國市場生產更多的產品 以彌補其全球市場份額 被中國奪走的損失 到美國去造船 第一個 能不能造出來 現在是個疑問 另外一個 造出來以後 成本會不會 誰也負擔不起 也是一個疑問 是不是會水土不服務 美國的工會是不是會抗議 它的勞工是不是具備 它的科技能力是不是還具備等等 這樁潛在的調查 也讓美國將矛頭指向了 國家安全領域 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主席 戴維·麥卡爾 在近期的一次演講中 複讀了 美媒過去一段時間熱潮的 中國已建成全球最大海軍 這一新版中國威脅論論調 渲染稱 重建美國造船業 不僅對提高海運能力至關重要 也有助於鞏固軍事和商業造船業 所共享的關鍵供應鏈 讓美國更安全 更有韌性 它的根本目的其實 並不完全是要對中國 美國造船業進行一個中聯打擊 在工人工會的角度 它更多的是要以此 以政治正確的炒作中國威脅論論調 這樣一個藉口 然後敦促美國政府 要建立一個造船產業復興基金 支持美國的船廠與船通 然後激活美國政府支持國內造船業項目 可以說是以此來即將法的逼迫 美國政府同意他們的要求 這次美國這幾大工會 他們一個核心目的 其實就是要資金支持 請願書除了羅列了 所謂中國政府不公平支持造船業的證據 還要求對海事和物流展開301調查 在請願書中 五家工會表示 中國在海事和物流基礎設施的 控制力增強 可能對美國的國家安全 和經濟安全構成威脅 請願書寫道 目前全球60%以上的主要集裝箱 港口都與一家中國公司 獲其融資有關 而另一家中國企業 提供了全球70%的貨物起重機 而這些物流設施 能夠使中國政府獲得 大量有關船舶運輸 集裝箱內容 運費等方面的敏感數據 而中國物流平台Logic 則被認為 收集了船隻特徵和信息 對其他國家安全造成威脅 他們要講中國掌握 搜集了船隻特徵和信息 然後以此說 這個是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 這個其實毫無疑問 就是政治因素作祟 這就是明顯的 這個普通坐影猜想 意測 顯得亂空帽子 其實核心目的 也是通過這個東西 也是來壓拜登政府 加大對自己這個國內的海運 和造船行業的政策 和補貼的支持力度 此次啟動的三零一調查 五家工會提出了多項具體訴求 在直接貿易措施方面 他們要求對中國製造船舶 美國徵收港口費 費用將根據船舶噸位確定 新船費用要高於舊船 克拉克森研究統計了2023年 所有停靠美國港口的船舶 其中中國建造船舶數量 而一旦對中國製造船舶 中國徵收港口費 其額外成本也會被轉嫁 也還是有的 特別是徵收港口費的關稅 這可能會增加運輸成本 而且短期內可能會提升 中國商品的出口成本 對出口競爭力會是一個削弱 長期的看理論上會影響到 船舶新造船投資的決策 而且會把相關的附加費成本 計算到新造船的成本 但是從目前綜合情況來看的話 僅掛靠美國港口 帶來額外的附加費 還是不會對船舶實際訂造新船 這樣的選擇 帶來產生一個直接的影響 我來給你施加每一吨 多少多少的費用 這個費用也不是中國出 這個費用是船東公司出 它轉嫁的成本 不是由中國來承擔的 對中國來說的話 我造完船我的任務就完了 我可能對於你的維修等等 可能還有一些後續的義務 但是你怎麼運營這艘船 賺錢還是虧本等等 跟我們沒有關係的 在安全措施方面 五家工會則要求 應對來自中國的交通運輸物流 還有公共信息平台 Erzink的威脅 建議美國政府與盟國合作 限制Erzink的使用 並開發獨立於中國之外的物流系統 同時還呼籲評估 繼續使用港口基礎設施的 國家和經濟安全風險 並採取措施 減輕和消除風險 那麼毫無疑問 就像在其他高技術和重要製造領域 這些發達國家互相之間的 加緊的合作一樣 在相當大的範圍內 會提高他們的效率 會增強他們的優勢 咱們這個系統建立起來 包括影響力 嵌入度也越來越深 因為我們也是免費提供給 世界各國的很多港口 那其實你要另起爐灶 通過人為干預 政治干預 影響到經濟規律 開發一個新系統的話 理論上是可以的 但是需要很長的時間 而且還包括 也要消費者 包括這些用户的接收程度 這個都需要時間的話 短期內我覺得也是不現實的 在供應鏈措施方面 五家工會強調 加強與其他國家的合作 至關重要 建議美國政府 與日本和韓國等 主要造船國家建立聯盟 共同應對全球造船業的 挑戰和機遇 美國有些外面的訂單 很多的都是給韓國 隨著它這個政治掛算 政治因素的增加 會對中國造船業 也會產生一定的影響 但是還不是實質性的 因為我們現在中國 還是全球最大的建造國 在商船的建造上 是有明顯的競爭優勢 尤其現在日本的船廠 本身這個廠就持續在收縮 韓國船廠通脹的壓力 也是在增加的 挑戰是有的 但是並不是構成了實質性的威脅 在日本 在韓國造船能力特別強 在日本 在韓國造船 在美國並不是沒有爭議 而且具體貫徹的時候 一定會牽涉到很多 哪怕不公開的貿易爭端和爭執 那麼現在發動這個綱領 恐怕拜登政府是經過一定的考慮 這既能加強美國與其盟國的 共同的海運和造船能力 也不至於對美國本國的 現有的造船業造成太大衝擊 有意思的是 對華加征關稅的提議 基本都發生在美國大選之年 本次申請展開301條款調查 牽頭請願書的 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 代表著100多萬 北美鋼鐵行業工人 在這一時間點發起對華301調查 也被外界視為拜登 為了獲得北美最大工人工會 支持其競選連任的標態 近一段時間 拜登和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 分別忙於向工會領袖 和工業中心的藍領工人示好 這些人在賓夕法尼亞州 密歇根州和內華達州等搖擺州 構成了重要的投票群體 不管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 他就覺得打壓中國可以幫他多拿票 美國至少也還是有很多的票倉的 拜登總統通過打壓中國 來樹立我在美國老百姓中的 這個聲望多拿選票 拜登一方面他也想把這個問題繼續保留住 避免國內相關產業界會有所反彈 也是鞏固選舉的選民的支持 另外一方面越來越多的拜登 這個核心決策權的認為呢 也延續對華這個進口關稅 維持進口關稅 那某種程度上呢 也是一個就戰略杠杆 戰略工具 在這個問題上呢 可以更多的與中國呢 在這個交往中呢 是一個討價還價的 一個非常的昂貴的 非常的這個有用的籌碼 他就把這個自己可能呢落後的 還有沒有競爭力的 包括這些製造業呢 就如歪屈成 所謂的這個中國對美國進行不公平競爭 也就是在4月17日 美貿易代表辦公室宣佈 對華發起301條款調查的當天 拜登在賓夕法尼亞州的皮茨堡市 向鋼鐵工人發表講話 除了宣佈對中國重新啟動 海事物流造船業301調查外 還重點提出將提高 對華鋼鐵鋁製品進口關稅 這被外界認為 是上次美國啟動301調查的延續 2017年特朗普政府 在啟動對華301調查後 對華多個領域出口加徵關稅 加徵關稅後 中國出口美國鋼鐵和鋁製品的 平均關稅為7.5% 如今拜登則要求 對中國鋼鐵和鋁製品關稅 提升至25% 美國是一個剛才的這個進口國 中國是剛才的進出口國 但是中美之間呢 其實這樣的相關的貿易並不大 現在呢去年中國向美國出口 比如說那個鋁製吧 也就是呢 佔中國那個整個出口總量的 5%都不到 儘管額度不大 但是呢 你從7.5%提高到25% 這樣的話就可能說 徹底封住了 就中國剛才進口美國的這個渠道 美國除進口中國鋼和鋁之外 還進口其他某些國家鋼和鋁 中國如果在美國市場成本 急劇提高的話 那麼當然會有利於 美國本國產的鋼和鋁 在美國國內的銷售 對於提高關稅的理由 拜登表示 由於中國鋼鐵遠超本國需求 所以中國最終以不公平的低價 向全球市場傾銷多餘的鋼材 根據美方說法 中國的鋼鐵產量佔全球近50% 而中國鋼鐵出口價格 比美國鋼鐵低40% 而價格之所以低得不公平 原因在於中國鋼鐵公司 無需擔心利潤問題 因為中國政府對其提供高額補貼 他還稱 在2000年至2010年間 由於中國低價傾銷鋼材 導致美國14000多名鋼鐵工人失業 中國的整體經濟的發展 使得中國本土市場 對於鋼鐵的需求是世界第一 那麼在這樣的情況下 中國鋼鐵產量 一下子越到10億多噸以上 它裡面拿出一些來出口 是順理成章的 而且每個國家生產的鋼鐵產品的質量不一樣 和產品也不一樣 所以中國有大量的出口的產品 恰恰是美國也好 日本也好 其他一些發達國家本身不生產的 所以你不能夠說中國是去傾銷了 而是說中國主要是依靠國內的需求 它真的是需要有這麼龐大的鋼鐵生產的能量 而且把其中的一部分到國際市場銷售 這非但不是違反國際貿易 而是順應國際貿易的需求 拜登還表示 為了防止中國鋼鐵公司 為躲避關稅而通過墨西哥 向美國出口鋼鐵和鋁產品 美國還將與墨西哥合作進行磋商 墨西哥美國之間是免稅的 那麼這個我想它一定會給墨西哥施加壓力 那麼墨西哥當然總得在一定程度上 呼應美國的壓力 儘管不可能全面呼應美國的壓力 因為墨西哥從中國還有很大的貿易量 拜登政府以及其他各界美國政府的想法就是 你不說要封死 就根本就封不住 這也是國際政治的常態 這是美國第六次重啟對中國的301調查 暴露出中美貿易摩擦問題仍不可忽視 美國上屆政府2017年 啟動對華301調查並對華加徵關稅 已被世貿組織裁定違反世貿規則 本次發起新的301調查 會否將中美緊張的貿易關係再度升級 中國又會如何應對呢 301作為一根大棒 它最後的結果也可能有多數 但是對中國非常明顯 美國要用各種手段來打擊中國的相關的出口 打擊中國的相關的行業的發展 中美之間總的來說越來越廣泛 越來深刻地對立 所以這個情況不會有多大懸念 最近美國諸多高官排隊訪華 中美經貿的互動剛被看多 而拜登政府卻突然對中國祭出了 一系列的經貿施壓舉措 讓美國企業和不少方面都感到難以适從 爭取國內選票和維持 對華經貿健康往來政策如何平衡 一時的權益之際 畢竟會影響到中美長期的實質的關係 感謝收看今天的華潤鳳凰聚焦 我是陳琳 再會 接下來